好,那我们继续多态 刚刚呢我们介绍了这个多态的基本的概念,对不对 简单跑了一下 把这个编译式例行和这个所谓的运行式例行呢 简单讲了讲 现在回忆一下 多态是有三个必要条件 叫什么 继承 重写 复务类引用指向子类对象 对不对 这样三点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对刚刚做的这个练习 就是它 咱们然后呢 这里边的代码 咱们这个代码稍微简化一下 因为没必要写这么多 好吧 咱们做个代码分析 这个内存分析 咱们就以谁为例呢 就以A为例吧 好,把这个代码简化一下了 丢到后面 这下我就不讲了 咱们就想这三行 他们的一个内存情况 明白了吧 这样可能就便于你理解了 这样可能就便于你理解了 找代码 找代码是这个代码 首先 叫animal a 跑的时候是不是从这开始跑 当然他啊,当然你要画的细的话呢 咱们那个模型找出来 这个是吧 我再丢到这儿 然后 这些删掉 这个图留着 一会儿我就不画了 直接拿来用 这个我也留着 这是不是我们刚刚那个图 那个内存那个图 对吧 基本的一个结构图 然后咱们从哪开始呢 就从 java test开始 因为我们记不记得 我们要执行一个命令的话 执行一个类 是不是首先要java c test java 编译 完了说要java test 还记不记得 虽然你现在用了eclips了 内部还是这样执行的 所以eclips帮你调这个内容了 所以首先碰到的是什么 java test 所以他会一拍看一看 test类有没有 是不是加载啊 所以在这儿呢 会有个test类这样的一个 首先首先 首先要加载这个类 听懂了没有 加载完之后呢 好 就开始执行了 找他的man方法开始执行 听懂了没有 然后再跑跑啊跑 对吧 碰到animal了 是不是又加载了 听懂了没有 当然实际上运行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一次加载的 第一次他会什么 会找这些代码 对吧 把里边相关的类全部加载完 听懂了没有 但是我们去讲的时候呢 咱们一个个来 然后animal这 我就干嘛 加载animal里面相关的类码 对吧 好 咱们就加载一下 copy一下吧 是吧 animal呢 然后继续走 然后呢 这个animal加载完之后呢 看到一个a a是不是变量 局部的 而且是 好 在这呢 就有个什么 a这个变量 对吧 好 一开始是空的 对不对 一开始没有直的 没有直的 也不是空 然后呢 这边是不是建一个对象 叫new cat 看是不是要加载一个cat 这样的类啊 好 于是又加载 于是后又加载 cat类 看懂了没有 我再强调一遍 真实运行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用大脑想出来 这些类都是可以一次加载完的 我检查一遍 确实用到哪些类 统一加载完就完了 可以做到吗 可以吧 完全可以 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呢 还是一个个讲 让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然后cat有了 是不是new 掉了它的构造器嘛 对不对 好 注意new cat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 new cat的时候 我们讲继承那层分析 大家记不记得 它的构造器的第一句话 是不是super 所以它会调用animal的构造器 对不对 animal会调用object对吧 这样一层再往上掉 所以呢 最后会出来一个什么呢 出来一个这样的 对吧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不是啊 是吧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我就这样了 好不好 因为再敲就没有意义了 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在这儿 哎呦 这儿这个站的结构就复杂了 object还有什么 还有我自己写吧 是animal对象对吧 animal对象 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属性 str是吧 有一个 是吧 str属性是空 有什么方法 叫voice对不对 哎 我们说它是不是会传染两个 演示三数啊 this super对不对 super是指向的 直接对这个对象吧 this是谁呢 一会给大家解释 好不好 要给大家解释 还有什么 这个是不是建完了 下面是不是 是不是需要建我们的cat了 cat这是不是两方法 voice 跟catch mouse 吗 抓老鼠 所以在这儿叫cat对吧 然后呢叫voice对吧 this super 还有什么东西 catch什么mouse对吧 也有两个影视三数叫super 好 然后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把这个框一画对吧 做一个示意 他 好 再框一下 是吧 好 然后再框一下 来 框 框 框 好了 这样我就对象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讲过 这个里边内部呢 通过这个super 来指向他里面的对象 还记不记得 我给你们讲super关键字 还记不记得 然后这里边这个super 是不是指向了他 对吧 那么这下面这个super呢 是不是指向了 这个 animal 对吧 这个super我就不画了 下面还有个super 看懂了没有 人家老师 这是对象谁啊 里边的对象 本身我们最终这个对象 听懂了没有 这个this指向我们本身的最终这个看的对象 最终搞完的这个对象 这句话很重要啊 记住 记住了没 this指向本身 最后创建完的这个看的对象 听懂了没有 包括他里边这个也是看的对象 他这个也是看的对象 听懂了没有 好 让大家看啊 现在我们画完了 来 拖文线过来 好了 假设这个地址是这个地址 对吧 ab32 ab23 假设这个地址 好了 我们终于把第一行代码执行完了 不容易吧 当然大家注意啊 这些类里边呢 也会去指向这的引用啊 因为这是不是有方法啊 代码嘛 对不对 还有指向这的 这我就不画了 太繁琐了 我们只画主要矛盾了 对不对 实际上内存里面是 就跟网络一样 对吧 互相都有联系 互相都有引用 听懂了没有 互相引用 你要真的把那个结构 画系画出来的话 那就很复杂 这张图都画不下 然后 咱们再往下看 看代码 聊了半天 我们执行一句话 下面是什么 把A 负给了A2 A2是不是一个新变量 那你负呗 A是什么值 不就这个值吗 你负给新变量 是不是它也指向它了 它们是不是指向同一个东西了 容易理解吧 容易理解吧 太容易理解了 看到没有 他们俩只要同一个东西 现在我开始调了 叫TestAnimal Voice TestAnimal 是不是我们调了我们自己啊 然后把A传进来 A传进来之后 是不是C啊 看到没有 这个C是谁呢 C实际上也是一个局部变量嘛 行参事也是局部的 好 就会把C放到这儿 大家注意 当然我们这说法并不准确了 实际上在这儿呢 会有一个什么 每个方法都会开辟一个所谓的战争嘛 我跟大家聊过吧 每个方法都会有一个Stack Frame 但是我们这儿呢 为了 为了方便 对吧 或者是为了更明亮 不给大家画那么复杂了 只要你通过画内存 帮助你们理解了 这就够了 我并不是为了让你让你们写个加上语言出来 好 就是这个C 是不是也是也是个局部变量 对不对 C怎么来的就这个C 请猜吧对不对 这个C大家看 谁给你呢 是不是把A 直传递吗 把A的直复给C了 所以C是不是也指向了 C是不是也指向这个对象 真的是千夫所指了 对吧 都指向那个对象了 然后我们开始调了 C点Voice 找呗 C点Voice 是不是这个对象 找 是不是找着Voice了 于是那个猫的喵喵喵 是不是出来了就 看懂了没有 如果你这没有冲写的话 是不是掉到腹里的Voice 是的吧 OK 下面再走 这个现在喵喵喵出来了 然后下面是什么 C点Instance of Catch 对吧 C是不是Cat这个类的对象 如果是的话 干嘛 把这个C强转了 C是不是还是C啊 你强转了之后 是不是还是C啊 啊 然后C点什么 CatchMouse 我又找 有没有CatchMouse 是不是有啊 于是又被吊一下嘛 看到了没有 好理解吗 这是我们整个图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来龙去脉 整个内存的一个来龙去脉 呃 我希望呢 我这画内存图呢 大家客下 闲着没事都自己画一画 这样你的理解的深度是不一样的 虽然 这个内存结构不跟你讲 你也会很爽 不跟你讲呢 你也会很爽 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对吧 你记两句话就行了 副联影用指向责任对象 对吧 记起句话你就觉得很happy 你觉得啊好像是这么回事 但是呢 应该说理解的不顺客 既然是系统培训嘛 还是希望大家系统一点 对吧 对你以后的进步是有好处的 这种模型呢 跟C++是一样的 对吧 很多语言都是都差不多 内存模型很多语言都一样 你掌握一个 然后去理解另一个 就是相当于换了层皮一样 明白了吧 相当于换了层皮一样 好 这是一个内存分析 我来吧 自己做出来 打好 有什么 对